每個陣營都想辦法壯大自己嘛 好歹把自己先拉大嘛 一定是這個樣子嘛 所以對蔣萬安來講的話 會不會面臨到 就是我還是要講 你覺得郝龍兵長那幾段話 像譬如說二十八 如果黃珊珊拿二十八 那可能結果就民黨當選 他當然就是希望說 在氣保的熱情下 千萬不能讓黃珊珊太多 另外他說蔣萬安的行政 不如黃珊珊 我一直覺得他是講錯話 他應該是說他不是講錯話 不是講錯話為什麼要講這個呢 蔣萬安的市政真的會比黃珊珊熟嗎 陳時中的市政會比黃珊珊熟嗎 可是你在裡面 我覺得他是講實話 你可以不要講啊 對重點是可以不要講 當然他講實話 所以我才認為他講錯話 我覺得他是講實話 我本來以為他要講的是說 蔣萬安是行政資源不如黃珊珊 如果這樣講就通對不對 這樣講通啊 這樣講通 但是他講那個市政不如黃珊珊也通啊 也是事實啊 我覺得 可是那邊就不要講嘛 對重點是國民黨裡面 最奇怪的一件事情就是 你可以不要講啊 或是委婉的講 但國民黨經常就是直接的講 就像 呃 譬如說黃介正講那個內海的問題 其實他可以不要講 他偏偏就講 然後講的就副作用一堆 那郝龍斌呢 是不是可以不要講 當然可以選擇不要講 那他偏偏就講了嘛 當然你說 呃他講的有沒有錯 我絕對沒有錯嘛 你說陳時中有有當過 行政首長嘛 就是都市的行政首長嘛 也沒有嘛 那蔣萬安立委嘛 他也沒當過行政首長嘛 那現在黃珊珊是市議員 又是副市長嘛 如果要比 曾德市政的運作 這兩個人都不比 黃珊珊是實話啊 當然 所以 呃 這個郝龍斌講的是實話 當然昨天 昨天晚上有碰到郝龍斌 昨天晚上有碰到郝龍斌 你有直接問他嗎 你幹嘛要講 我是沒問他 他有講啊 自己講 其實他是說 其實因為他是國民黨的台北市市長 他是說他是打從心裡 是非常希望蔣萬安當選 當然就可以想像 當然這一方面 他也認為是一個提醒讓大家知道 因為其實有一個最大的問題 我一直一直 如果國民黨一直說 如果黃珊珊超過百分之二十 蔣萬會落選啊 怎麼樣怎麼樣 他某一種程度上是可以告訴藍營 你超過百分之二十 黃珊珊不會當選 但會拉倒了蔣萬安 那就可以叫藍營的人要去 你這一個選票的移動上面 要去非常的集中選票 要去斟酌 那當然你現在看起來 其實我們常說氣保 氣保大概就在 就會在十天前 因為差不多 氣保是要看那個最終民調 誰第二第三 然後十天內不能公布 對對對 所以十天的民調一出來以後 他後續的這未來十天在氣保上面 他會逐漸的發酵 會在這一個階段裡面 那這一個階段裡面 坦白說 陳時中打到最後 如果陳時中出來打到最後 他一定會是第三嗎 我覺得他是一個未定數 陳時中還沒有被提名過程 如果他一旦被提名的時候 真的會如同說的還只剩下十八趴嗎 你很難想像陳時中在臺北選會是十八趴 我真的不相信 我真的不相信 那後面打到最後 我覺得一件事情選舉的策略上面會決定票源的流動 比如說黃珊珊打綠銀 柯文哲打綠銀打得越兇 其實是誰最爽 森藍爽 森藍的票源會被晃動 但是不要忘記 如果柯文哲打陳時中黃珊珊打得很兇 綠銀的票會跑走 所以他是一面兩任 所以未來的選舉的打法 你到底怎麼打 如果說你是針對 當然如果黃珊珊 柯文哲針對了蔣萬安打 那綠銀會很爽 那藍雲的票會不會被晃動 所以他後面那個選舉策略會影響到他的票的 不是說你異味的我要打打打打 你就會死 你可能打到最後 讓綠銀的票回來 你怎麼可以這樣 綠銀的票會回流 但是你這個回流的過程當中 我覺得 對啊 我跟俊憲的想法是一樣 棄保一定會發生 只是那個是零到一百 你落在哪裡的問題 你落在哪裡 你是落在藍銀的百分之三十 百分之四十 還是綠銀的百分之十百分之二十 那個棄保的程度那有哪裡 那個最後大概最後 大概才能判斷的出來 不過如果這樣講的話 你可以想像出來 在選戰最後那個月 大概每個陣營 每個陣營大概都會 幾乎那個滾動民調會一直不斷的做 因為在最後前十天 拿那個當英俊 可是如果真的打到前十天以前 大概都是二十幾對二十幾對 或三十幾對二十幾 類似像那種的 你說那個棄保到底怎麼發 可是一定會有 會有這樣一些氛圍 但是選戰通常在地方這些這些選戰 大家都會講 從二零四到二零八 分別都出現了幾個 蕭雄型的人物 然後整個那個氛圍一片的海旋 好從二零四的柯文哲 那整個外溢到國民黨 然後一路上被誤殺了一堆人 然後二零八就變成韓國瑜的效益 民進黨也被誤砍了一堆 變成這樣 但到二零二你很難看到說 有這樣一些氛圍跟效益 但畢竟我們常講只要選地方選舉 雙北一定都會拿出來一起講 然後那個兩個首長一定是 要一起去淡水河滑個船 去做個什麼表示雙城共治 類似這些 可是這一次兩大陣營之間 能夠出現像這樣雙城一些的效益嗎 不容易 因為這個對於柯文哲的民眾黨來講 他是第一次要建立自己的攤頭寶 有 但是我先簡單講幾個 你大概後面可以先去觀察 因為臺北是重重之重 黃山山路要當選 民進黨應該要誰當候選人 對他最有利 先不用想棄保那麼複雜 因為選舉永遠是人第一 然後第二個才是基本盤 臺北市的基本盤裡面的 第二大黨是誰 是民眾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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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是有媒體根據 根據民調啦 根據網路聲量各種 下去做這個綜合的 第一個是民進黨 第二個是民眾黨 所以國民黨在臺北市是第三大黨 老三小三 那我們講說 太推翻我們的經驗了 太推翻我們的經驗了 我等一下再跟曉一講 都是哪個媒體做的 那在黃三三來講 鄭傳媒在六月初的時候 不是做了個民調嗎 黃三三第一名 黃三第一名的前提是建立在 民進黨派誰當候選人 林佳龍 林佳龍我們說他可以拿第一嘛 但是有史以來第一次有第一的機會 好那我們反一個角度來看 那蔣萬安什麼時候最好 民進黨 因為黃三三不變了嘛 現在有變化的是 還沒確定的是民進黨 誰出來的時候 對蔣萬安最有利 答案叫做陳時中 陳時中的時候是蔣萬安民調 甚至在踢臺的時候是接近四十 三成九說 四十是回到他一月的時候 所以國民黨的角度其實是要想辦法 暗中鼓勵陳時中出來 因為這個對於蔣萬安是最好的 如果是一樣是有臺的民調裡面 如果是林佳龍的時候 是黃三三跟蔣萬安的距離最小 第一名當然還是蔣萬安很好 所以你從你從不同的陣營去看的時候 會看到不同東西 所以大家好奇 那民進黨怎麼做都老三 那你派誰有差嗎 表示說你如果從民調來看 就是我派誰 只是決定是蔣萬安當選 還是黃三三當選 當然我們知道選舉 都不是這個樣子 因為臺北市現在政黨板塊的穩定度 來講是民進黨優於民眾黨 在民眾黨優於國民黨 所以你在看這一波的時候 不要一直搖頭好不好 他每次都好講這個 你就一直搖得跟波浪鼓一樣 我相信國民黨的人會很難接受 對啊 欸國民黨輪到第三黨 欸你從版圖 從議員從所有這些來看 為什麼國民黨會變得到 在臺北市第三嗎 選舉就是這個樣子 真的嗎 但是選舉都沒有講話 你可不可以告訴我 你的依據的那個那個 林傳媚 林傳媚在前一陣子的時候 又有一篇分析 你在看這個事情的時候 選舉的時候 永遠是三個因素 那第一個還是人的特質 OK 所以你在看蔣萬恩跟黃三之間 包括郝維銘在講氣保 這個事情 其實對兩個人意義也不一樣 對黃三實在講 他要有氣保才會贏 他一定要有氣保才會贏 對蔣萬恩來講 這個時候談的氣保 其實是在講反氣保 其實是在反 現在講的意思 不是真的要氣保 他其實在反氣保 他是在避免黃三三侵蝕到他的票 唯一一個可以讓大家談那麼久 就是說 黃三三怎麼會有綠營的票 因為那個看起來比例 做出來的不同媒體 做起來比例還蠻高的 是 所以這就是最有趣的 但是民進黨 我不認為他有能力說 有一個系統下去 OK 所有的他的支持者就說 黃三三 那民調在做的時候 你大概再多做幾次 你就會看得更清楚 好 但是回到一個現實面 在林佳龍跟陳時中之間 事實上對於民進黨 臺委室的派系來講 多數來講也沒那麼複雜 因為陳時中本來就是他們心中的第一頌位 這個其實他們在內部的共識度還蠻高的 所以你就看到林佳龍的這兩個月來的努力 就有點估掌難明 因為沒有沒有人呼應他 OK 可是回過來最後 最後你在看這件事情的時候就一件事情 因為現在距離投票日只剩下四個月加26天 嗯 什麼東西會影響 這就涉及到三個陣營裡面的主觀判斷 疫情會不會反彈 嗯 疫情會不會反彈 因為疫情的反彈一定連動到經濟 嗯 這是今年最不可測的 他是在八月還是九月 有沒有疫情反彈這些事情 幅度有多大 OK 每一三個候選人 你能不能對應這個問題 所以啊 你在看這個事情的時候非常有趣 但是陳時中在講我就覺得是大概是底定